困起地底整晚竟然无人知道 人为疏忽是否导致两条人命白白损失 昨天整件事是很不合理 我们妈妈的情绪还是比较激动一点 所以都要去沉淀一下 昨天尖沙咀阿士甸道西 1号建筑地盘发生夺名意外 两名分别 63岁姓刘和61岁姓郭的南宫人 怀疑吸入沼气 被发现困于地底昏迷 宋苑后同告不致 意外令人哗然 因为出现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两位死者在前天早上大约10点 由工程经理带到地底开始工作 之后两个人发生什么事 到现在还未查得清楚 据说工程经理在怀疑 未有完成安全评估的情况下 中途离开 到了下午4点多 他回到地盘 不过两人当时已经失乱 而他又再次离开 另一名工程人员之后 在现场找过两人 不过他发现地下管道上了锁 最后又离开现场 有关注工人权益的团体就表示 这次事故的原因 是源于地盘的安全管理和监督存在漏洞 首先就是工人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外面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 和他们没有保持一个紧密的沟通 其实进入里面工作的工人 我们要确实知道有什么人进去的时候 在外面应该有些资料板 里面是有些工人的姓名资料 似乎现场调查所得来的资料 是没有这些资料的 即是说我们根本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人做事 有多少人做事 进出地盘应该要有一些许可证 加上一个密切的联络的话 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就是说工人在里面完全不知道 没有出过来的 曾经是有人去看过他们在里面 但是发现不到他们在里面就走了 也有人上了锁 然后有人去看见到上锁又走了 里面其实就是一些监管的问题 他们是否确实知道工人做事的确切位置 如果不是他纯粹进去看一看 看到没有人就走了的话 是没有做到一个监管的角色 没有做得好 意外其中一名死者是61岁的国伙计 他从事渠武工作几十年 本来打算退休 后来想多存几年钱而打烧念头 女女表示爸爸失联当晚 妈妈心急愉愤 平时晚上煮饭都是我爸爸煮的 他一定会教下我今晚要晚点回 你们自己搞定 但是昨天完全没有电话 完全没有信息 我妈妈她昨天在等到八点多九点 然后她都没等到她回来 然后她就不停打电话给她 然后也找不到她 电话也没有人接听 没有人通 然后到了早上五点多的时候 我妈妈就丢不了她 她就决定去报警 然后就打给她老板 她第一句她就说 糟糕了 糟糕了她整晚都没有回来 可惜最后赶到医院 爸爸已经反云罚述 对于今次意外 女女心里有无数问号 其实爸爸的牺牲 是否真的有机会可以避免 整件事我们都觉得很不合理 很不合理 很不合理 因为有什么可能 你正常有工人在下面 一些密闭空间做事的时候 你是一些安全装备 就是正常职安建教的 那些合法的装备 你是一样都没有给我爸爸 发现她的时候 她只是 见她围体的时候 她只是戴着一双手套而已 还有穿着她的工作服 她是一个面罩 一条安全带 全部都没有的 正常有人在下面那里去做事的时候 都一定会有安全监管在上面 放着她的 为什么 她们可以自己离开了 就是够钟她就下班了 还有她们还是可以 走完之后 还下门 就是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删到那个 抽风系统 我们都不知道 那如果她真的删了的话 那其实 就算可能我爸爸 就是很不幸 是他们真的下班 五六点的时候 都还没事的 但是都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离开 删了那个抽风系统之后 令到她的小气浓度增加 而死亡 中秋本应是人月两团圆的日子 无奈现一家人只可以天人荣革 我爸爸也真的很重要 一个这么突然的意外 前天都还在聊天正常 在看电视 然后还买月饼 打算过中秋 但是突然间她一晚不见了 然后你再看到她的自偷 就已经是一条尸体 我们最想要的是一个风度 至少还原回我们爸爸的完整事情 最少都要给回我们 死者家属伊兰平的确不难理解 因为今次意外的确出现太多疏忽 一般在密闭场地里做事的人 他们就通过对港机进行联络 进去密闭场地之前 首先就要找一个合资格的人 去进行一个风险评估 会不会有一些危害气体的存在 那个合资格的人评估完之后 他就会出一份白纸黑字的评估报告 就交给那个场地的负责人 场地的负责人 他的职责就是什么 要落实现在在评估报告上 说的安全措施 当通风士气都合格 就要找场地的最高负责人 签一张我们叫工作许可证的物体 签了出来之后 那些工人才可以进去 进去的时候 在场地外围就要有人注守 就要监管住进去的人 而且要确保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空风是持续有效